大家早安 欢迎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六点半 准时收听我们的股市旗皇后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邀请到我们经济日报 选股比赛八届冠军 同时也是目前最年轻选股冠军 记录保持人的张佳莹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佳莹老师早安 德鱼早安 大家早安 昨天惊心动魄 真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 跟台湾本身的 体质没有什么关系 感觉上有点像 美国在打架 然后台股遭殃 所以昨天的台北股市盘中 一度是下跌了 有621点 那么收盘的时候 下影线还蛮长的 超过了200多点的下影线 中场是下跌了371点 来到了23398点 成交金额略为放大到了 5793亿元 那么众所瞩目的 护国神山台积电 在昨天一度跌破了千元关卡 那么但是收盘的时候 还是站回去了 简单请教我们的佳莹老师 您觉得说 昨天其实台北股市 大小都跌 对 甚至连非常重要的 这个观察指标台积电 都一度失手了千金关卡 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现 对于整体的多头趋势来讲 出现了扭转 出现了反转的讯号吗 大家需要担心吗 老师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加权指数 其实今天其实跌的 算是还蛮重的 那虽然说跳空下跌 但是既然有可以在这个地方 留下下影线 我认为说短线上 还是有低阶的买盘 在进场做承接的动作 否则也不会在这个地方 等于是说我们丢平球之后 反弹力道越大 代表说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接近 相对低点 我懂了 老师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 如果昨天的台北股市 下跌600多点之后 它没有收那么长的一根下影线 那就表示有可能说 还会再往下探 但是既然老师刚刚讲说 丢皮球弹起来 而且弹很高的话 代表说其实它底部相对的支撑是强的 对 甚至我们可以就盘后的 这个从反面去做观察 可以发现到 投信在昨天还是站在买方 甚至买超将近有99亿元 那这一波其实 就是外资在卖嘛 投信在买嘛 那投信这一波连14码 已经累计买超了656亿元 对 所以这就代表说 内支其实还持续的 有在进场做布局的动作 老师那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可以啊 其实我们观察三大法人买卖超 大家可以看到 投信是一直连买 那在昨天台股大跌的时候 他买了99亿 外资持续的站在卖方 呈现了一个这个土洋对坐的状况 基本上我们来讲说 投信持续连买 内支力道很强的话 我们要来看的是中小型个股 但是昨天观察一些大型的全脂股就拿台积电来搅好了 他是也有一个相对的支撑力道 所以是不是现在来讲投信对于全脂股 他也是有一个介入有一个护盘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认为说你看这个昨日的台积电 虽然有跌 但是他呈现什么 开低走高 对 对 甚至呢代表说其实法人也有趁着这一波台积电在沙盘的时候 进场去捡筹码的动作 懂了 对对对 所以他也跟我们一样在做这个逢低捡便宜 而且我发现到一件事情 大家记得吗 这几天其实佳颖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说最近的台北股市在进行一个动作 就是位阶互换 对对对 所以从高位阶的可能获利了结 然后要转到低位阶的 而且有一些多元题材的 虽然台北股市七成以上都是电子股 但是多元题材的 比如说像机器人啦 军工啦 生计啦 航太啦 都有可能会吸引资金喔 果然昨天在台北股市重挫 电子股成为沙盘重心的同时 反而老师提醒过的这些族群 都站起来了耶老师 真的啊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还在聊说 费的降息的这个利率敏感型的股票 就动起来 所以可以发现到传产的股票 营建的股票 还有所谓的这个金融股 六部分的都是收红的 并不是全盘揭没的状态 对老师那如果说现在啊 因为你看一下美股的话 美股的四大指数 昨天呃电子股科技类股成分比较重的 像是这个纳什达克啦 费半啦史坦普都是跌的 但是呢 道重指数持续的一个收红 也在进行一个资金轮动 那台北股市如果也是出现了一个资金轮动的状况 老师有观察到哪一些部分 哪一个方向可以留意吗 嗯 我们可以发现到传产的股票 营建的股票 军工的股票跟生计的族群 都在这个地方相对的抗跌 嗯 对 那其中传坦的股票 我们可以发现1216的统一 竟然在这个地方默默的给它创新高了 诶 统一 大家讲到统一的时候 可能就想到说7-11 统一布丁 对统一布丁 哦 诶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 老师你有试过吗 之前有一阵子很流行 把布丁加到泡面里面去吃 好像有听过 听说会吃出很浓稠 臀骨拉面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 有没有人试过 如果你有试过 也许你可以透过 佳颖老师的这个light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真的布丁加泡面 会吃出臀骨拉面的感觉吗 好 那么1216的统一 创新高了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统一其实我们之前有说多元题材 统一也有多元题材哦 有啊 因为最近统一其实触角又生出去了 对 那他因为呢 并购Yahoo的这个案子 取得了营运的主导权 是 对 他光是Yahoo的这个主导权 就持有了八成以上 也就是未来你在Yahoo上面买东西 那个收入可能就是会分到统一那个地方 哦 所以统一他现在并购 够Yahoo了 哦 所以他占Yahoo的 老师你说股权有八 对 八成 哦 是80% 所以等于他变成Yahoo的大老板 没错 那如果我们在Yahoo 我们在这个上面买东西的话 基本上很大一部分的营收都会溢注到统一上面 而且我觉得就像老师讲的统一好像最近的触角越来越广 不是还要开什么书店啊 博客来的这个实体书店啊等等的哦 所以呢 原来真的现在多元题材很吃香 在你一不注意的时候 嘉宁老师帮你留意到了 1216的统一已经来到了新高 那老师除了统一之外 在营建类股啊 我们这几天节目当中有讲到 就是如果你要降息 那营建类股就是一个降息受贿概念股 怎么掌握呢老师 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营建的部分啊 可以知道说最近其实交污热潮不断的涌入 所以其实上市贵公司公布上半年的营收 有非常多间的营建股都是呈现亮眼的成绩单 但是我们一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个题材不够看嘛 对 两个题材嘟嘟好而已 没错 所以可以发现到营建的股票也不是每一支都很强哦 像是营建的股票强势的股票 我们就可以留意的是多题材的股票 像是1442的明轩这一支股票 大家可以发现到其实昨天的大盘重挫 但是它是逆势的创新高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除了它缴出了这个上半年的营收亮眼的成绩单 也就是它的营收大涨暴冲六倍 成长六倍刷新时让新高纪录外 是六倍 六倍 哇天哪 比去年成长六倍 那它这个持续跨年度的交污跟销售入账 有一个建案叫明轩的海乐帝 还有国王之声也会陆续的做交污的动作 它这个名字取得好霸气哦 国王之声 真的 那它除了有这个营建的体材以外 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现金股利是3.5块钱 也就是它的殖利率到目前为止是超过5%以上的 哇它算是一个高股息的股票 没错 所以它除了有营建的题材降息受惠 又有殖利率的题材护体 所以它当然就是逆势的创新高了 而且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声音啊 就是房价不是很高吗 对啊 买不起房没关系 我们来买营建股 好不好 可以参与 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声音啊 就是我现在买不起豪宅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来买豪宅概念股 也就是所谓的营建股哦 而且佳莹老师跟大家分享 你看营建股呢 不只有数字 因为房子卖得好嘛 对 所以营收大幅的成长 另外还有高值利率这样来护体哦 大家不是都很喜欢存一些什么高股息的ETF啊 什么的 其实呢 营建类股也是很多人喜欢存股的一个目 呃 一个标的 因为大家就看准了 目前呢 房市很热 营建股水涨全高 而且很多的营建股老师其实都蛮大方的哦 真的啊 都会配很多的股息给股东 而且我这边还有一个口袋名杆可以分享 哇 口袋名杆 那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一时半刻书不清楚 先进一段广告 让大家加入我们佳莹老师免费的LINE的粉丝团 那么待会呢 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挖宝咯 继续回到我们股市齐皇后的节目现场 陪伴大家的呢 就是我们经济日报八届选股比赛冠军 同时也是目前最年轻选股冠军记录保持人的张佳莹老师 好刚刚呢很多的朋友呢在广告时间加入了佳莹老师免费的这个LINE的粉丝团哦 加入之后呢就一直在说挖宝挖宝挖宝 老师的口袋名单到底是谁 我刚刚看了一下老师你讲的那个1442的明轩哦 对 其实他的股价不算贵耶 真的不算贵 因为以前我们在台北股市讲说铜板股啊 大概就是10块钱 可是现在股市也通膨了你知道吗 10块以下或10块附近的这个股票有点难找 那我们后来就把铜板股的那个标准拉高一点点 大概50块左右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这个铜板股 那1442的这个明轩呢 大概在60多块附近 算得上是相对低位阶 对对对 低位阶便宜的 那老师你的口袋名单 这一档到底是谁呢 你居然把它藏在你的口袋里面 就是1446红河 1446红河 来来来来 我们先看一下 1446的红河 好 首先它符合铜板股的价位 它大概在50块附近 对对对 好 老师那这一档红河到底有什么样吸引你的地方 你把它列入你的自选股观察名单当中 因为刚刚有跟德宇分享嘛 我们都是由多元题材去做切入的动作 对 所以红河这支股票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其实它是做纺织起家的 蛤 它是做纺织的 做衣服的 对做衣服的 对那你会说老师 它做衣服跟银件有什么关系 对啊 因为它后来从2011年开始就进军了银件业 斜杠了 对它斜杠 所以它斜杠的是新建住宅的大楼 跟商业的大楼 都有在做租售的动作 所以它除了卖房子以外 它还当包租工 没错 聪明哦 而且现在在房价高居股下的这个时代里面 它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建案 就是在板桥的这个军林建案 我不知道德宇有没有听过这个建案 没有 它是在这个新板特区的民主路100号的这个建案 那它这个建案啊 光是一间就是卖48坪到86坪 哎 有没有最近要在板桥买房子的朋友 一坪这样子的话算是豪宅吗 还是算平价 我觉得算是中上的 中上的 中上的价位 因为现在板桥这边的开价已经85到95万 哦 那它算 算CP值不错啊 因为一坪40几万就可以入手了 不是它是48坪 一坪是85万到95万 那差不多啊 就是在合理价位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它只要认列了这个板桥均林建案的这个收入 预估可以贡献它的净利 换算成EPS32到36块钱哦 很多耶 因为你算一下 它的股价也不过就是50多块 那这个建案可以贡献30多块 对 而且很多的这个贡献30块钱的这个EPS的建案认列的营建股 大概股价都会在六七十 但是它只有在50几块 所以它相对而言是非常的便宜的 难怪老师要把它放在口袋名单当中 对甚至它从去年第四季的这个EPS已经开始油亏赚成赚钱了 诶 那不是跟那个谁 跟陈鸣店一样 对不对 跟那个联军一样 跟联军 跟联军 就是我们100块不到的联军嘛 对对对对 然后老师有特别讲就是说它是油亏转盈 对 然后结果呢它就喷出去了 对然后喷出去了 股价就创新高了 那如果这一档红河 它的这个营收呢也从去年第四季开始油亏转盈的话 真的 然后加上还有板桥那边一个建案可以贡献它这样30多块 那现在50出头铜板价的这样的一个股价来讲 是不是相对有点委屈呢 好我们可以跟着佳颖老师一起来做观察 那在股市当中有一句话哦 他说生计股通常在股市重挫的时候 很奇妙哦 就会吸引资金来当它的避风港 那佳颖老师呢 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提醒过大家了 在今年台北股市下半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即将要登场的生计展 很多的生计股呢 其实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都已经默默发酵 甚至佳颖老师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的股票呢 涨停哦 好昨天台北股市是大跌超过了600点 居然还有能够涨停的股票 真的是强的不得了耶 老师你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么选到这样的股票 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之前有跟德鱼聊到嘛 7月底的这个亚洲生计展登场之下 其实生计的族群就是成为逆风而上的股票 对那其实最近这个5月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胃腹部公布啊 这个次世代的基因定序检测 即将纳入了健保给付的动作 对那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癌症必须要用标靶药物去做治疗 要先进行基因检测 就可以找到患者可能突变的基因 并且精选的使用相对的标靶药物的部分 也就是说真的是一大福音耶 没错 例如说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得癌症 或者是我们两个人都中 我们必须要用标靶药物治疗 我们一定要这么悲惨 我们两个人都中 我们就可以去享受到这一块 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讲说 可能以前你不知道哪一种药有用 然后你就要试嘛 那可是你现在如果你可以经过这个基因去检测之后 就可以比较对症下药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然后疗效可能也 哇这个真的是一大福音耶 老师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生计股当中可以找到什么样的这个题材呢 我们可以留意的是4160的训练基因这支股票 因为这支股票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它就是受惠这个健保政策的关系 因为它就是在做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相关的业务 对对对 那其实提供民众美人美癌 别终生一次给付 所以第一年给付总额 全台湾就可以补助3亿元 所以是每个人都有哦 每个人都可以想 但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得癌症 是说每个人 得癌症的人 对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 你现在是癌症病患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不会变成孤儿 因为有一些之前有一些病 有一些药 健保是没有给付的 但现在这个基因疗法加入之后 我相信是真的造福了很多的这个病患 很多有需求的民众 那当然了 这个训练基因这档股票 我记得老师 在我们广播节目刚开播没多久的时候 老师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档股票 那昨天呢 这档股票又给它亮灯涨停了 而且呢另外它的应该算是同家族的吧 对啊 训联对不对 对对对 做期待写的 嗯训联也亮灯涨停了 所以在生技族群哦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趁势崛起 那么在生技展即将要开始前 甚至是股市比较动荡的时候 成为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做观察 那当然了最近的股市呢持续的动荡 我相信呢跟这个美国打架 还有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晶片战升温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么讲到这个呢 我就要来问佳颖老师了 似乎军工肋股 关系到台海安全的军工肋股 最近开始也悄悄的有动起来的感觉耶 没错因为就是他们打架之后 突然间军工股又 又亮灯涨停 又热起来了 又热起来了 老师那怎么观察呢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4916的四星科这支股票 是 对那四星科它是这个做工业电脑的部分 但是它的产品有涵盖了国艺啊 航太啊国防啊网通啊跟医疗领域哦 所以它其实是拥有美国的国防 跟航太业务的动能是非常的强 它包山包海 所以又是一档多元题材的股票 所以它工业电脑啊 可以搭上8月份的自动化工业展 会不会有机器人的商机呢 对对对 甚至又有航太的部分 对那其实刚刚德宇有讲到 两个大人在打架 对可是它不会受影响 哦 因为两个人打起来对它是利多 两个人一个人打输了它还是得做 因为它的订单就是在北美的航太的订单 对对对 所以它必须它是一个必须发展的这个领域 也就是不管美国的总统当然是川普或拜登 都会维持现有的基调扩大投资的这个国防的部分 所以其实它不受任何的影响 这个是不会扭转的一个趋势哦 不管你是谁当选 我一定要捍卫America 对不对 好所以呢 国防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需求 那当然咯 巧巧在发动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可以逢低来布局呢 或者是您手上的股票 最近有受到这个股市动荡的影响 其实都可以加入佳颖老师免费的这个Lite粉丝团 记得帮我输入885 885 输入885 把你的问题告诉佳颖老师 让佳颖老师来帮你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 利用10秒钟的时间 老师给大家什么样的叮咛跟提醒 我认为说大家开盘的时候 还是要观察圈子F4的表现 如果圈子F4可以在这个地方指吻的话 我认为说股票都很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反弹向上 所以不用杀低 好不用杀低 盘中操作有任何的问题 加入佳颖老师免费的Lite粉丝团 帮我输入885 跟着佳颖老师 一起来掌握获利的机会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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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